去年,因為Chat GPT 全球掀起了一波 AI 熱潮 可能有人也因此開始擔心 AI 會不會開始大量取代我們的工作 甚至很快要脫離人類的掌控了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2024年 AI 發展預測》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2023年底,美國的求職平台Resume Builder 透過問卷調查發現,有44%的主管都預計 要在2024年的時候,用AI 取代部分的員工 很多人可能就開始擔心 自己會不會因為跟不上時代而失去競爭力 但我覺得,現在AI的技術日新月異 要抓住這樣的變化快速的趨勢,真的好難! 幸好,今年一開始有很多AI的龍頭企業跟專家 都對於今年可能會有的AI發展跟新技術 做出了預測 所以今天,我們整理出了一些重要的趨勢 看看在未來的一年內,可能可以看到哪些新的發展 還有這些AI發展,會怎麼樣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不過,在開始今天討論之前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最近一年多各種AI的應用進步神速 你是否也很好奇AI技術的最近動態? 以及該如何在自己的產業或領域中應用AI呢? 如果是的話,千萬別錯過 NVIDIA 在3月18日到21日舉辦的GTC AI大會 只要報名,就能夠免費同步 線上參與這場位於美國的大會 臨時差掌握最新技術! 不只有必聽的執行長黃仁勳主題演講 還有全球多家頂尖企業分享最新的應用實力 總共有超過900場主題多元的線上講座 還有8場Watch Party中文講座 NVIDIA 增加會陪你一起看精神議程 並即時講解內容! 喜愛探索科技的你? 現在就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免費報名NVIDIA GTC AI大會 一同來探索科技的未來吧! 去年推出ChatGPT引起熱潮的OpenAI公司 今年也預計要持續擴大 並且持續發展他們的AI 今年初的時候,OpenAI就推出了GPT Store 也就是像Apple Store或Google Play那樣的平台 開發團隊跟企業用戶 之後就可以客製化特定功能的聊天機器人 像是專門用來教學的、設計的 或是寫文案的GPT,給付費的使用者使用 另外,OpenAI的執行長山姆奧特曼也預告 2024年要推出新一代的GPT 5 除了會提升文字跟語音對話的正確性 也會要改善這個ChatGPT 原本不擅長的邏輯推理問題 也就是要從一系列條件中推導出結論的能力 而且OpenAI還計畫要新增影片生成的功能 讓使用者可以讓ChatGPT自動生成或是編輯影片 甚至還能依據你的聊天紀錄、喜好、年齡等等的個人化資訊 打造出專屬你的聊天機器人 那雖然這裡他們的最終目標通用人工智慧 也就是可以跟人一樣學習並完成廣泛任務的AI 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奧特曼說,他們會持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而在這些AI技術越來越進化的同時 其實我們的世界也在一步步的改變當中 今年我們可能可以看到的其中一個變化 就是虛擬世界跟現實世界的距離越來越靠近 蘋果在今年2月開賣了他們的頭戴裝置Vision Pro 這號稱是一台革命性的空間運算設備 所謂的空間運算 就是機器透過電腦視覺分析並了解現實世界的空間結構 再把虛擬的物件置入到使用者眼前的現實空間中 只要戴上頭盔 眼前就會像出現一個無邊際的大螢幕一樣 可以直接用眼鏡、手或語音操控眼前的畫面 也可以在這樣的空間中 看3D的影像、電影或是玩遊戲 而這樣的產品推出 預計也會在今年帶起一波AR、VR跟元宇宙的熱潮 而且AI不只是讓我們走進虛擬世界 也讓虛擬的人物走進我們的生活 例如國外的一款聊天機器人APP Replica 就可以讓用戶打造自己的虛擬情人 不少用戶在長期跟自己的虛擬情人聊天之後 居然還真的產生了戀愛的感覺 甚至覺得AI比現實世界的任何人都更貼心、更懂自己 科技電子報的資生記者凱希紐頓就認為 未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人發展這樣的人際戀愛 另外,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虛擬網紅、虛擬直播主、虛擬主播 甚至連老師都有虛擬的了 美國的非營利教育機構可汗學院 在2023年就打造了AI助教 引導學生解題和思考 甚至還能依照個別學生的強弱項給予適合的練習 本身有麻省理工學院數學跟奠基學位的學院創辦人薩曼可汗 就認為,雖然實體教學還是有一定的價值和必要性 但畢竟每個老師一天的時間就那麼多 AI助教可以讓學生在自學的時候一樣有人可以問 所以薩曼可汗預計 2024年使用他們的AI助教人數可以達到上百萬 而且其他專家也預測 像這樣的AI助教在未來會更常見 而且AI會更廣泛地被運用到教育裡面 像是用AI來月券、評分 至於ChatGBT剛出現時 原本很多老師都擔心,學生會直接讓他幫忙寫作業 所以出現過一波要禁用ChatGBT的聲浪 但現在反而有越來越多人把它當成教學工具 一方面是因為,要完全阻止學生不用ChatGBT 實在是不太可能 另一方面,很多老師也開始發現 ChatGBT不但可以幫他們設計課綱和題目 在課程中引導學生使用 還能讓學生學會神機協作 也就是跟機器人一起完成一項任務 達到更好的生產力 而這樣的技能,對於未來要進入之上的學生來說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領域 成功地透過AI的力量,提升原本的工作效能 像是在醫療方面 AI可以用於疾病篩檢、證證問診 行銷產業可以用AI計算出最佳的廣告投放時間和管道 保險業則可以透過AI辨認可能的詐欺 或是替客戶規劃最適合的投保項目 另外,專家也說 今年應該也可以看到越來越多企業 嘗試用人型機器人做一些重複性的勞力工作 以特斯拉為例 他們在去年底就發表了 Optimus 機器人第二代 預計在今年就可以進入工廠進行初步測試 還有在物流產業 像是亞馬遜 應該也會走向越來越自動化的工作流程 因此未來勢必會有一些人的工作會被AI取代 另外一些也會開始接受AI相關的資訊 學者跟AI或機器人一起工作 最後還會有一群人則是開始從事因AI心情的全新職業 像是通過各種數據、資料、訓練AI辨認圖像 或是對話的人工智慧訓練師 還有負責審查AI系統會不會侵犯隱私、引發歧視 或其他倫理問題的人工智慧倫理師 這些角色在研發的過程中都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好好管控的話 AI也可能帶來不小的風險 前面提到 未來的AI不管在生活、教育、醫療 都可以提供更多個人化的服務 但同時這也表示 我們有更多的個人資料會被AI搜集 而這些個人資料被AI的資料庫記錄了之後 會不會被外洩或是被有幸人士利用 都可能是嚴重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 生成是AI還有DeepFake的技術 也可能被不當利用 成像是製造假交信或詐騙的工具 尤其2024是全球的大選年 有76個國家都會在今年進行總統大選 不少人家認為,網路上會充斥著AI製作的假消息 假影音,讓這個選民更加的真假難辨 而且就算不是惡意的操控 AI也可能在無意間造成歧視或不公平的狀況 舉例來說,如果AI被用來幫公司篩選履歷 而篩選條件是基於過去成功被錄取進入公司的人 那假設這些過去被錄用的人大多是男性 那AI也可能因此在一開始就淘汰掉那些非男性的人 無意間偏袒了某個族群 另外,過去也曾經有新聞報導 美國的教育平台,因為使用AI自動評分系統 結果被學生發現了系統漏洞 光靠複製關鍵字就拿到高分 原本採用AI就是以為它可以幫我們做更客觀更公正的判斷 沒有想到卻造成反效果 目前有什麼AI相關的法規 可以保障我們不會受到這樣不公的對待嗎? 早在2021年,歐盟就提出了《人工智慧法》的草案 而到去年2023年底,也已經達成了《暫時政治協議》 預計最快在2025年就可以正式生效 這部法案主要是將AI的系統 依據可能造成的風險進行分類的管制 從最低像是過濾垃圾郵件這種 幾乎沒有什麼風險的AI 到最高的,也就是那些會危害人事安全 跟基本權力需要完全被禁止的AI 風險程度越高,就越會有越嚴格的管制 而違規的AI企業,也會受到罰還的懲罰 另外,美國總統拜登也在2023年底 發布了《人工智慧行政命令》 要求美國的AI大企業 要提供安全測試等資訊給政府 以確保人民的基本權力不會被侵害 也不會被AI剝削或歧視 目前像是OpenAI、Google、微軟體大公司 都已經對他們開發的AI做出安全性的承諾 不過很多專家還是擔心 這些法規制定的速度太慢 跟不上現在AI科技的發展 很難真正預防AI可能對人類造成的危害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覺得 這些法律都管太多了,根本在扼殺創新,阻止產業發展 客觀來說,目前這些法規都還在持續發展的階段 而我們台灣的國科會 現在也已經在規劃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 預計今年應該就可以正式退出 看完了有關今年的AI趨勢預測 確實很多新功能的預告 像是TrapGPT的影片功能 真的讓我們還滿期待的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很多人的擔憂 有些人是害怕自己的工作被AI取代 陷入深深的資訊或學習焦慮 也有些人擔心AI的人工智慧 會帶來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危害 威脅人類社會的秩序 其實從去年開始 我們團隊有很多成員都有類似的焦慮 但同時,我們也有一些人覺得AI很好玩 就帶著同事們一起摸索和嘗試 這個過程中,我們確實找到了一些人機協作的方法 對工作帶來幫助 漸漸大家就比較不會那麼害怕或抗拒 而以今年專家的預測來看 目前大致上,AI好像也還沒有太多太意料之外的發展 也就是說,現階段大家應該還不會馬上看到 AI超越人類的智能或是機器人蠻街跑 所以我們覺得,或許這也正好是一個 可以讓自己好好準備迎接下一步轉變的時刻 這個準備可能是練習操作熟悉AI的使用特性與限制 也可能是了解各種AI倫理的風險議題 因為一旦我們理解AI可能會在哪些地方帶來威脅 那或許大家就有機會提前做好準備吧! 另外,關於AI發展的其他預測,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在這裡一一討論 歡迎大家在底下幫我們補充或是留言分享你的預言喔! 那接著最後,我們想問的是 你覺得前面提到的這些AI趨勢 真的都會在2024年實現嗎? A 我覺得會,目前專家說的還算保守 應該會有更多更驚人的技術會出現 B 我覺得不會,開始執行之後 應該就會遇到像是資金方面的現實問題 應該沒有那麼樂觀 C 我不知道,我只希望AI不要變得太聰明 到人類無法控制的程度 低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我們就讓更多人知道2024年AI發展預測!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AI大戰以及AI語音詐騙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